4.3一共可以获得多少原石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糖,一个变态区的猛男APP 4.3的内容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可以观看一下APP我的上一期视频 那么本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4.3原石估算 首先是每日委托,版本持续42天,一天60元石,一共是2520 深渊1月1号一期,1月16号一期,一共两期,每期600,总共1200元石 12月20号当天的版本维护原石和bug修复原石 每个300,以及4.4的前瞻直播,含有300元石 纳维亚传说任务,60元石 角色适用,4个角色每个20,一共80 接下来还有活动,版本大型主题活动,强威与冲枪,760元石 深念,瑞翼,玄步舞和荒龙斗虫,都是420元石 逆宝迷宗和立本,各300元石 含有游戏外面的两个千道必给原石 一个是某游社,60元石,另一个是某博,160元石 明面上的原石就这么多,累积下来一共是7180 不过这个只是保守计算,后续官方还会推出一些H5的小活动 朋友们最后实际入账的原石肯定是比这个要多的 看完了原石,我们再来看一下粉球和篮球 4.3版本没有什么额外的粉球获取渠道 只有1月的星辰商店,5颗粉球 篮球呢同样不多,只有10颗 那么资源就是这么多了 0颗党大概可以获得50抽 小月卡党大概可以获得74抽 大小月卡党大概可以获得82抽 整体上来看,4.3版本的资源量不算很多,更像是一个过渡版本 那么这点原石到底该怎么花,想必朋友们可能会比较纠结 没有关系,UP主会出手 后续UP我会再给大家做一期关于4.3的平民抽卡攻略 给大家好好的讲一下到底抽哪个角色才是最赚的 好帮助大家避坑,可以先点一波关注以防走丢 那么最后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观看 视频制作不易,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关注三连支持一下UP主 就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4.3纳维亚实测不见不散 Respect 这次一定关注